民众开心的在沙滩享受午后阳光 这也是基隆市著名的外幕山大五轮沙滩 在近期基隆疫情持续区缓收敛下 细水人潮开始出现 为了保护细水民众安全 由基隆市政府方面委托的救生员 将从6月15号正式进驻 一直到9月14号为止 在基隆的外幕山的大五轮沙滩 一直是在基隆一个很有魅力的沙滩 只要到了天气很热的时候 都可以看到细水的民众蛮多的 我们当然在每一年都会在细水 比较高峰的期间 我们都会配置救生员 我们希望能够维护整个细水游客的安全 今年我们也在6月15号开始到9月14号 也就是三个月的时间 这三个月应该也是在沙滩上 这个细水的民众最多的时候 那我们会在平日的下午1点到晚上的7点 会配置这个救生员 那假日的时间因为人多 而且细水的人潮会提早到 所以我们会在早上的11点 到下午的7点 就晚上的7点 都会有救生员的配置 基隆市政府方面也提醒细水民众 注意相关安全规范 在防疫的潜艇下 放心享受基隆的山海美景 那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游客 来到这里细水也做好 这个自身的安全 我们有设置浮球的安全区域 那非在这个安全区域的地方 我们也呼吁民众 千万不要往危险的地方去 另外因为现在也是在疫情的期间 当然这个疫情期间的这样的一个防疫的休闲 每个人都还是会去从事 所以我们也呼吁大家做好防疫的措施 那希望大家在这个细水之余 都不忘了自身的安全 记者张琪辰基隆报道